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9日 今天是星期四 7月份又過去了 現在又到了8月了 這節也想跟大家說多些英國的情況 因為最近我們收到一些在英國的朋友說 發生了很多宗的爆竊案 又或者一些結案 受害者都是 移民過來 最近移民過來 又或者最近過來的香港人 因為部分就是移民的 有些就是流亡的 那麼我們 一直都強調 我們是流亡的 我們就不是移民 因為我們當時 離開香港那一刻 我們也沒有想過在英國 也沒有想過在這裏長住 直到現在的政治局勢 我們不得不留在這裏 也希望我們在這裏 既然留在這裏 或者在這裏 我們也希望做些事情 所以我們當時也有兩座酒店 現在因為那個供不應求 太多人過來 我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查詢 就是我們的酒店 有沒有房子 很多人都想訂房 因為他們知道過來租不到屋 租屋的問題 在英國最大的問題 因為香港人第一件事就會遇到一個住的問題 首先隔離也很嚴重 有一個朋友 上兩個星期左右 透過WhatsApp聯絡我們 他就說在這裏 預約了B&B 預約了1萬7千多港幣 他已經預約算便宜了 因為 很多地方 不止這個價錢 他預約了East London 另外有一個我們聽說 他告訴我們 他預約了8名漢 也要17000元 是B&B來的 相對於我們 當然我們的酒店房就沒有整間房子 不是整間房子那麼大 但是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很廉價的價錢 例如單身人士 我們收到250磅 有些雙人的可能是300多磅 一個家庭可能是多一點 基本上大部分都負擔得起 如果你說暫時在我們居住 或是一個過度性質 我們主要是提供這些 可以行方便給香港人 因為主要我們也是一個月 以月租逆息 當然要收回案金 不用他簽約 主要就是你來 假定你先住一個月 如果你要再租了 我們也是歡迎的 因為 大量的香港人來 第一件事面對就是住屋的問題 因為 你沒有英國的信貸紀錄 你去租屋的時候 人家問你 你給不到 很多時候 你即使願意 給一年的租金 也不是那麼容易租給你的 很多人是 不租的 我們 其實也算很幸運 在我們酒店住的很多住客 差不多有幾個家庭 已經成功在不同的地方租了房子 最近剛剛有一個在Canon 得到一個 機緣巧合之下 幫他租了一間很合理的房子 現在我們 因為那個供不應求的問題 我們 那個 要 找多第三間酒店 因為估計 有機會最快在 8月尾 或者9月初 投入服務 因為接下來我相信的人 會越來越多 現在7月份已經爆發了 我們所有酒店房都已經爆發了 我估計我自己的房子也要讓出來 因為真的不夠住 最近我們要說回 很多宗這些爆竊案或者結案是發生在香港 新的 過來英國的人 我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這些治安問題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啦 按讚、點擊、廣告、堅持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以及星期二日報的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Page就出來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like和share 留多點言 激活他 因為現在還是比較少數 三四千個like 其實真的很少 我們現在的主頻道366000 副頻道都已經 69000了 即是70000了 我們 想說一說 因為很多人都會唱衰英國有的事 文匯大公 民建聯 共匪 英國很差的 甚麼都不好的 種族歧視 最近我們有幾個朋友向我們 抱怨 他說 很多 發生劫案 問我有沒有看過最近一條影片 一家大小回到家 整個屋子都亂了 被人搜尋 然後有個叔叔就說 我的勞力士啊 我的勞力士沒有了 家裡放了幾隻勞力士 據這個 給我的朋友 他就說 這是一個香港來的新移民 應該來了一個多兩個月 變了 那間屋子 被人家入屋爆竊 整屋子的財物就沒有了 整屋子炒得亂了 值錢的被人拿了 其實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因為 英國其實是有很多爆竊案的 而英國的警察 因為那個資源的問題 他們其實沒有那麼多資源去查 變了 很多時候 那些劫案 爆竊 或者那些比較輕微的罪案 是不了了之的 你報了警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不過始終也要報 純粹是報了警 今天有位朋友向我們 報料 說一下大家的近況 以及交流一下 最近也接了很多個案 問我們有沒有相同的經驗 我們本身也被人偷了東西 其實你報案也沒有用 警察也是 他就會 很殷勤告訴你 你應該怎樣 例如 全屋 定時也要開燈 讓那些賊人知道 你在這裡 減少你被人爆竊的風險 然後 他還會上門送一個 例如定時器 你安裝了一個定時器 例如定時定後你去開電視 開燈 令到賊人以為你在家 你就 少一點機會被人爆竊 還教你一些其他的細節 過年過節 尤其是聖誕前 因為 這裡的鬼佬 聖誕 他們好像過年一樣 要去拜年 要去別人家開派對 好像我們的拜年一樣 所以 聖誕前就是他們賺錢的高峰期 很多人本身他可能也不是做開賊的 手頭緊 看看 旁邊左右有沒有什麼爆竊 這個也有的 而且 華人 尤其是亞洲面孔 我們之前節目也說過了 凡是你是亞洲面孔 其實你被爆竊的機會 是大很多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亞裔人 他們 傾向做生意 是收現金 其實為了什麼 為了逃稅 為了不交稅給政府 為了門稅 既然你門稅你逃稅 你手上當然是有很多現金 你也不給銀行 你一定有很多現金 所以 爆你的屋 的那個機會 是多過爆其他白人的家 當然白人也會被爆假 可能家裡也有鑽石戒指 或是他經常炎庫就爆他 但是 亞洲面孔 尤其是中國人 其實是最容易被爆的 在白人眼中 你中國人和香港人都是 都是旺種人 你住在那裏 尤其是新搬來 他一定是 以你為目標 所以 家裏 不要放太多的現金 少量 而且 貴重的東西 最好放在銀行 保險箱 或者 許可的 或者有很多值錢的東西 你就自己買個甲蠻 那些賊人 取義不取難的 看到你家裏有一個甲蠻 或是有一個防盜 照計也不會向你打主意的 他們只是想得手 他們不是想被拘捕 所以 真的要奉勸香港人 你們 財不可勞 而且 也 不要放大量的現金在家裏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用現金的 我也很久沒有用過現金了 基本上也會用卡 坐地鐵也會用卡 也會用卡 買甚麼也會用卡 基本上 除非你說5磅以下有些小型超市就說不收卡 你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如果你說正統的超級市場 一磅 70便市都不可以收卡 是不是 變了 很多人都不習慣 但是現金 他們要打劫 打劫你那張卡沒有用 如果 有房子行事 有房子爆隔 亞洲人 中國人 或是香港人 他也分不了 他只是想要錢 他覺得你家裏有錢 他就爆你了 另外 有網友反映 警察很放棄 警察很放棄 是不是欺負我們新移民 欺負我們香港人 這件事我真的要 跟 已經變的警察澄清 其實 不是他們放棄你 也不是因為你是新移民 不是因為你是黃種人 或者你是香港人 絕對不是 這裡的警察 是同手無欺的 任何人他都會放棄 你放心 任何人去報案 最終他都會告訴你 他很欺負告訴你 先生 你應該小心點 注意哪一方面 你就會減低你被 爆竊的風險 其實 你聽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你老母 你放棄我 其實不是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的資源問題 英國警方 他們對於 命案 反恐 或是恐襲那類 他們就行動很迅速的 很快破案拉入 因為他們 主要的保安 或者警察網 主要就是做了一件事 對於一些爆竊 或是很輕微的罪行 其實他們 那個態度也是盡量 因為英國的地方太大 他們沒有可能 真的 好像香港那樣幫你抓人 或是幫你看閉路電視 因為沒得看的 對呀 我知道是那個人 分分鐘 當時未脫歐 他去了歐盟 去了法國 在乘搭車 去了多發 然後乘搭船 去了法國 或者去西班牙 買張機票40倍而已 可能已經去西班牙了 或者 本身英國也那麼大 去了一萬島 去了北愛爾蘭 根本找不到 或者 蘇格蘭 他們本身 不是整個國家有監控 不像大陸那樣 他們查案有很多問題 很多掣肘 他們根本也知道 查不到 所以只能夠用一個很殷勤態度告訴你 所以 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記住 不是種族歧視 他 同手無欺 一視同仁 他對甚麼人都是 用那種態度來弄你 所以 你們不要 不要想太多 因為真的不是種族歧視 如果你說西方國家 我想英國算是種族歧視 算是最少的地方 甚至乎沒有 因為 你看到黑人 白人 任何人種 他們都不會 有任何的 奇怪表情 總之他們都當你是 英國人 我們 出去買東西 跟他們說話 他們完全是英國人 所以 不存在種族歧視 這件事是真的 當然 你做出很令人厭惡的事情 那就不是因為種族問題 而是因為行為問題 希望大家 保持香港人的顏面 不要做出一些 落香港人的面子 丟香港人的假的事情 我們 接下來 第三座酒店 我們希望可以盡快在8月底或9月初的服務 我們也會加強 我們可能到時候會買一些車 加強我們的接送 人手 也會招聘一些 大量的招聘一些車的司機 加進我們的車隊 因為我們也認為 接下來大量的香港人會來 香港人來了不只是接送那麼簡單的 看樓也要車的 因為 在這裏可以找到樓 很多時候要跨區的 所以 可能 也需要 看樓服務 我們也會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至於裝修 其實裝修是相對困難 因為 我本身不是這個 不熟悉的 也很難去做 我們接下來會跟裝修團隊再開一次會 談一下 接下來的方向是怎樣做 以及 會不會 提供多些 工作機會給香港朋友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